大家好,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要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遇到了袭击 目前应该是安然无恙 我估计听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可惜了 来看一下新闻原文 日本的NHK广播协会报道说 在河戈山市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演讲地传出了爆炸声 据报道称当时岸田还没有开始演讲 目前已经被拉走去避难了 公布了当时的一些安保画面 你叫一堆人,穿着岸田文雄就走了 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是刺客 然后后边有更多的刺客照片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当时把刺客给按倒了 一帮穿白衣服黑衣服的 在日本的文字描述里 这种人叫黑服 什么叫黑服呢 你就看一个知名的美国电影 叫做黑衣人,Man in Black 就是穿着黑衣服的人 什么意思呢 一般穿黑衣服的人,黑西装的人 往往是一些安保或者特殊任务执行人员 穿白衣服的人大概率是合格山县当地的警察 然后也有媒体曝光了刑刺者的照片 是这么一哥们 你只要戴一口罩,留一个 怎么说呢,发型还可以啊 并不像一种死肥宅 之前有些刑刺的人 你看那个长的有点反社会 这哥们看着好像还是比较干练的 当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你严格来说呢 当时刺杀安倍的人呢 他也是一个前退伍军人 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前士兵 然后这哥们呢 目前身份还没有曝光 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啊 眼神充满仇恨啊 就是老子怎么没把这个 岸田文雄给刺杀成功呢 然后这哥们是什么刺杀手段呢 他可能自制了一种爆炸物 他向岸田文雄去投掷 但是投掷之后呢 失败了啊 没有投掷成功 还是把相关的新闻原文呀 我们来整体看一遍 这是今天上午11点30分 等于日本时间比 咱们要早一小时啊 然后当时岸田文雄啊 在河戈山县的河戈山市 一处渔港视察 正在准备演讲 然后呢 日本警方呢 就听到有这个爆炸声 就把这哥们给摁倒了 这名哥们呢 年龄是目测在20到30岁之间 目前现场没有确认呀 有人员伤亡 现场有市民接受采访时表示呢 说发生爆炸的是一个 银色的桶状物体 公布就是一个土质手雷吧 你看这是当时现场的照片 他这个投掷的东西呢 你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也可能是一个烟雾蛋 因为看这么多烟嘛 我觉得不太像是这个 像类似于土质手雷啊 破败手雷等等啊 更像是个烟雾蛋 然后这网友呢 就开始 开始翻日本的首相遇刺历史啊 从1909年开始啊 这伊藤博文啊 这个是非常知名的 伊藤博文啊 在哈尔滨 当时会见俄国财政大臣啊 葛国普索夫啊 然后呢 被朝鲜之士 安重根击毙啊 这个是很有名的啊 在咱们的九年义武教科书上 都是有相关的历史记载的 后边乱瓦刀粉 那你都有被遇刺的 然后就是去年 7月8号嘛 安倍晋三遇刺 过重不治身亡 然后说这个 有人说啊 这哥们长得特别像山上彻野 山上彻野是谁呢 就是当时刺杀这个 安倍晋三那个刺客啊 长得像摘连镜的 山上彻野啊 说实话 你光不戴口罩啊 看着哥们还挺精神的 所以一直开玩笑嘛 现在自从 大家习惯戴口罩之后 进了地铁里边 看着帅哥美女 表演变多了 然后这个是现场撞片啊 说全国上下 就在热闹的 搞这个换届选举 然后这帮老百姓 过去围观 给吓得够呛 你看日本这个老年 老年化还是很严重的 尤其像这种政治活动 你也发现 几乎是没有年轻人参与的 对吧 谁愿意去呢 都是一些 当地老头老太太 老头老太太 大家大妈 当地警方呢 目前向他逮捕 用的是什么 叫做这个 威力业务妨碍嫌疑 逮捕了嫌疑人 这个罪名呢 他查了一下 说这个是罚三年以下的图刑 或五十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交钱就行了 两万五 就说 有可能那东西并不是一个 具有杀伤力的 更多是一个恐吓性质的 这哥们姑妹也想不开了 也许就是一个有声 有烟 但是呢 没有实际杀伤力的这么个东西 因为也看不到 现场有这种 很明显的爆炸痕迹嘛 然后呢 根据观察者网的报道呢 说有人拍到了 当时投掷了这个 银色的叫发烟筒 说是呈长筒状 日本媒体形容 就是跟那个烟雾弹差不多 然后扔出后 并未立即爆炸 而是在几十秒后呢 伴随着橙色闪光 发出爆炸声 然后冒出大量白烟 日本警方呢 从现场说 共查获两个类似物体 其中一个已经扔出爆炸了 就是大家听到那一声 你瞧这个有非常清晰的图 就是落在地上 发出了声音这个东西 这个看起来 应该是没有爆炸威力的 你瞧至少没有看到说 像碎片手雷那样的 地上出一坑 它就是一个桶 然后出了烟出了声 可能目的就是 吓一下这个岸田文雄啊 好吧 最后还是说一下 我的个人观点啊 有人说呢 这标志什么呢 标志说这个日本啊 现在形势首相呢 这个事情已经反映了 日本社会的矛盾啊 非常的激化 当然这个也没问题了啊 因为在这句话 我觉得在任何情况下 你都是可以说的 因为你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你告诉我你 国家是一个 说特别的政均稳定 导致说这个矛盾 没有矛盾 没有计划的任何矛盾 这是不可能的啊 日本这个社会里头 说实话 经济又不是说 像过去80年代那么好 然后整体外交地位啊 经济地位啊 又都是附属于美国的小跟班啊 各种各的这种不满 情绪肯定是在滋生的啊 我觉得特别正常 但你要说呢 就因此说这失控了 我觉得也说不上 这个事情 我觉得更多的是 一种模仿犯行为 什么模仿犯呢 你知道这个推理小说里边 尤其日本的推理小说 非常知名嘛 模仿犯就是指 有人先去做了一些尝试 然后呢 干了一些事 比如刺杀手相啊 然后呢 他就哇 大英雄啊 好啊 我也去学一学啊 这要模仿犯 就是他更多的是 觉得看着山上彻野 刺杀安倍 他有点眼红羡慕 或者说 觉得说 哎 这东西挺好的啊 我觉得可以 征险一下存在感啊 然后他就去做了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尤其是日本呢 几乎是没有死刑的啊 就日本的 呃 检察官啊 日本的法院体系 你会发现 一般来讲 最重的罪 也就是像是 呃 类似于终身监禁啊 就关你一辈子 你说那死了 是不太可能的 呃 你说那刺杀手相啊 那你看个山上彻野 有没有说 因为刺杀安倍 被判死刑 也是不太可能吧 日本就几乎就不判死刑 这导致日本这边呢 很多人 他拿犯罪也不当回事啊 觉得反正我也死不了 对吧 我家里当个家里堆 宅着 也没什么意思 那我进监狱 可能吃喝什么的 福利还挺好 我养老的话 干脆犯个罪得了 这也有可能 但是日本也没有人 没有人这么想啊 因为日本那边 就算说是老的不行了 也几乎很难出现说 就是过得非常凄惨啊 只能说是过得不顺吧 凄惨说不上啊 吃不吃不上饭 饿死了啊 红人生疮 烂床上什么的 几乎还是很难出现的 所以也没有人想着说 我不行了 我干脆犯个罪 我进大老里也做一辈子 对吧 还有人光养老 这个也不太可能出现啊 好吧 今天说日本的话 就顺便说说 其他的一些日本的 花瓣新闻 凑合时间 日本的一家拉面店呢 说禁止在人员高峰时期 边吃面边看手机 因为店长说呢 口感会变差 有损 厨师尊严 老板跟记者解释说 这个禁令 只限于有人在排队 影响到了 影响到了其他客人吃面 说这样的话 导致点的面呢 容易泡烂 说呢 希望大家可以专心吃面 不要侮辱啊 身为职人的尊严 应该叫职人 日本的职人是说 这个就是有 有工匠精神 就是罗桑说工匠精神 就是说有这个职业精神的 一个职业人士的 比如我做面 对吧 我就专心做面 我认为我是职人 就是我特别 专心于做拉面 叫这个拉面职人 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现在国内比较火 那个繁殖的职 不是那个职 差不多该禁止客人 一边吃面 一边看油管之类的影片了 然后括弧 仅限容易泡烂的拉面 这是他在这个 他在推特上说的 这是日本的东京高田马场 京的拉面店 博多什么什么 我也看不懂啊 我知道国内有个比较火的 拉面馆 联锁的叫博多一姓社 因为是这样 博多拉面是比较有名的 日本一说拉面 就叫博多 博多是个城市 之前还出过动画 反正这哥们说完话之后 就引发热议了 很多记者就采访 说他们那当地的招牌面 博多拉面 850元 约合人民币44 说实话偏贵 国内你要吃一般拉面 像我在最近在上海 然后吃了清汤拉面 基本上12块钱 给你加一盒波蛋 你要说加点什么 豚骨汤之类的 当然现在也没真够 猪骨都给你去熬 都是拿一些汤料 都是合成的 日本人这方面你不都不佩服 日本人真能为了吃 他能把很多的精力 花在食物科技上面 包括说怎么用化学汤料 给你做出豚骨的味来 然后说 而且说博多拉面的面条 只有1毫米醋 顶多放一分钟 就是极限了 就是你不赶紧吃 拉面就跑糟了 放超过一分钟 面就会开始吸汤变烂 然后这就宛如拉面死掉了一样 毕竟这是我飞进心血去做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日本的面 你玩了很多小游戏 你知道日本很淡疼 你像我经常玩的开螺系列 开螺拉面馆里边就是 你要做拉面 你会发现面分几种 分细面粗面 中等面等等 然后这是粗细 还有种就是说 你软还是硬 有人喜欢吃硬面 有人喜欢吃软面 有人喜欢吃芯是硬的 然后外面是软的等等 这个根据你的做面的方式 它的火候 还有它的一个 比如说放多少冷水 什么的 放多长时间 这是有关系的 像不做拉面 很明显属于细面 而且它不能时间太长 稍微过一下就完了 为啥呢 细面 它吸水吸的不太多 然后你要珍惜多了 就泡糟了 就变粗了 然后吃口里就是软的 软的话 那对这个店长来说 那就是不是 不多拉面了 评论区说 小龙虾店表示 我们从来没有这个顾虑 你们可以在吃小龙虾的时候 随意看手机 开玩笑 为啥 就是你要吃小龙虾的时候 我靠 手动有油 你掰壳了 你看手机 你平衡要不要了 评论区说 给你表演一下 我的单手开小龙虾技术 说连壳吞 混混嘴 其实我有一个技术 就是我吃那个 看到嘴里直接吞掉 然后光过舌头和牙 就把上面那个肉给剥干净 然后做出一骨肉出来 这个我是能做到的 但是小龙虾就开玩笑了 也有人说 这是日本一种文化 叫刹那主义 就是说一下就说 就在一瞬间 是最美的 你要错过它 对不对 那就不好看了 就比如说赏樱花 然后说 这是一个光满参光的理由 说这个店长 其实比较客气了 日本这种文化 其实一直有 提到了说 不过做拉面 用的是含水率较低的细直面 下面其他拉面 确实容易泡烂 然后说 我做拉面 他说我是艺术品 你不专心 是无法欣赏艺术的 大帽子直接给你扣上 一副老子的面 你吃是你的福气的嘴脸 不过真正原因是 还是时刻看手机 会影响吃面速度 进而导致 用餐高峰期 拉面店的翻台率下降 他说 这个禁令 只限于有人在排队 影响到其他客人 或者点的面 容易泡烂 就说白了 他觉得吃饭点 你能不能看手机 对不对 本来你吃一面 20分钟吃完了 你看手机 变成30分钟 40分钟了 那我本来能多赚一倍钱 那我肯定不高 不高兴嘛 说当没人排队时 店家肯定不在乎 但是影响到了其他客人 也就影响到了老板赚钱 那店长自然要想办法 其实这个有个经商小技巧 你要有很多咖啡厅之类的 他会把你的椅子 还有餐馆也是 一些椅子做的比较硬 比较硬之后 你做的不舒服 对不对 那你就不会在那刷手机 对我屁股硌得网 我还在那开什么手机 请不吝点赚